三个人主在一起开一家公司的话 那估计会炒翻天 我确实是职场的幸运儿 哈喽 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月华娱乐 CEO兼DogJ1的创始人杜华 参加节目以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很开心啊 就是说和萧萧录节目 因为也是第一次和萧萧录节目 节目中哪位选手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有啊 但是好几个选手我都印象特别的深刻 包括小璐 包括曾蜜 我都觉得他们很优秀 很好的一个创业型人才 我们也看到比较有趣的一趴是做备调 您选到杨天真 自己抽到的 我抽到的是杨天真 他的身高 1米58到1米60 体重这个就保密吧 我看有很多体重什么的 都是没有百度过的 对对对我目测他的 后面有没有做一下别的功课 做他嘛 我们太熟了不需要了 我们因为私下就认识很长时间了 也不是因为通过这个节目认识的 对我们经常会聊聊天 既然这么熟 那为什么说和杨天真共事要吵架 我觉得就是他是个一把手的人 我也是个一把手的人 个性都是比较强的 那我觉得做企业 或者做选搭档的话 他最好是性格互补的 所以我们两个这么强势的人在一起 难免会吵架 谁适合跟他开公司 我选择的龙蛋军 成肖说出了网友的心声 对此您怎么看 我们三个人适合 共同去投别人 我们三个人 把真意回小路挖出来 让真意做CEO 做leader 做个创业的 创业的事情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们三个人 三个人组在一起开一家公司的话 那估计会吵翻天 难道不应该是网友说的 做大做强吗 有时候一加一加一 大于三 有时候未必吧 我个人觉得就是 可能三个人放在一起 创业的话 会有那么一小丢丢问题 就是说谁来做这个leader 如果有节目邀约 你们三个人一起 你会参加吗 我OK 本身三个人的私教都还可以了 只要大家喜欢可以的 和杨天真初识是什么时候 好多年前 我们在一个活动上认识的 在一个颁奖典礼上认识的 就加了微信 别人介绍了一下 当时对她的印象怎么样 就是当时好多年前 十几年前就觉得 很干脸 当时的话还是个小姑娘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次是交流最频繁的吗 没有我们因为中间的话 就是认识以后 就经常会一起沟通 因为本身我们都是在这个行业内的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 我们本身也是老乡嘛 所以就会比较有共同的语言 而且我们 我建了一个江西 江西人的剧群 所以她也在里面 所以有时候就会一起聊一聊 这个节目打动您真诚分享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真人秀嘛 它就是一个真实的流入鞭追剧情 那确实的话很多时候有一些感同身受就分享出来了 您职场生涯中有比较焦虑的时候吗 但凡在公司待一天 每个企业家我觉得都会焦虑吧 过多过少的 您怎么去缓解焦虑 焦虑的话 那你就得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或者就是说找自己一些比较感兴趣的事情 去分散一下注意力吧 您觉得自己是职场幸运儿吗 当然我确实是职场的幸运儿 从业以来有没有主动投过简历 有啊 我刚毕业的时候就到处投简历 差不多二十年前 十七十八年前的嘛 您也曾经被猎头挖过 对 就是有一天猎头给我打电话 说有家公司想猎我 然后我就跟猎头见个面 后面的话就安排我去面试 在自己的创业期 您对猎头的态度是 我觉得挺好的呀 它就是一个 就连接企业和人才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桥梁 自己成为CEO以后 是不是就对猎头有了另外一种看法 那我们很需要猎头 就我们公司有些中高层的话 还是需要猎头去找的 正好的话就是 这次猎拼网的CEO 戴总也在 那我通过这个节目的话也认识他了 最近的话我们也在合作 就是他在帮我们公司推荐合适的人 您觉得普通的职场打工人深耕一个赛道有没有意义 以我自己的工作经历来讲的话 我觉得深耕一个赛道特别重要 包括你在一个公司稳定也挺重要的 那我觉得你在一个公司或者说在一个行业里面 没有三到五年的积累 其实你是不完全了解这个行业 或者这个公司的 我自己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 特别是刚毕业的小朋友的话 他还是应该脚踏实地 就在一个公司 您入行以来您的职场格言是什么 我的格言就是做好每一份工作 如果老板交给我的工作完成以后 我自己还是要多去学习和多去摄取一些知识 让自己更有市场竞争力 在圈子里面这么多年 您觉得艺人能红的话要有哪些特质 我觉得能红的话 首先的话我觉得他的自己的业务能力一定要足够强 因为他必须有一技之长 他才能有安身立命的一个本领 然后第二部分的话 就是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不管是一首歌 一个电影还是一个剧 或者一个中意 就作品很重要 然后第三的话 很多时候不是说每个人都很幸运 所以还会在坚持 还是会鼓励他们坚持是吧 我觉得演艺圈的话 他也是一个职业 实际上他跟一个律师 或者老师 或者其他的行业是一模一样的 他不是说每个人都进来都冲着红来的 很多人的话 真的是因为喜欢演戏 或者喜欢唱歌 他们是有梦想的 才进这个圈子里面的 所以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职业吧